高清解密,我是Gladys,還有今集的嘉賓吳沛夫師傅 大家好,我是吳沛夫 我們上兩集都邀請吳沛夫上來和我們談談香港的運程和風水和買屋的東西 今集想問一下法科問題,吳沛夫是否有幫人看法科和區域 本來我是茅山弟子,茅山也比較神秘,其實是道學一種 也是叫做太上老君法,我們和陸淫神功都是太上老君法 我們最高的神就是太上老君,所以太上老君急急越律令 吳師傅是否學法了很多年? 很多年了 吳師傅的樣子很年輕 其實我七八十歲,你不知道,我們反路還童 你真是法力高強 要出來教我們女士怎樣保養 關於驅軌的問題,師傅有沒有遇過有什麼個案幫人驅軌? 很多的 說一兩單來聽聽,精彩一點 或者印象上比較深刻一點? 其實真的很多 中秋 因為我們是法科的,我們本身來說,正所以我們有天眼,我們可能會看到一些髒東西 會看到髒東西 那是否任何時候你都看到,還是你要做一些法儀式,施法才能看到? 其實我還未學法之前,即是很小的時候,都是看到的 後來師傅說,人本身經歷過很多小的頭胎 不是只有一輩子,可能很多小 可能很多小以前,你都修煉過 即是你帶了一種能力,帶了一種法,再投胎,有機會 所以有些人,天生可能會看到的,或者叫陰陽眼 但有些人,我自己為例,我小時候是看到的 但大大下又好像又不太在覺了,又是怎樣計算呢? 有關係,即是等於有些人說,我天生看到鬼,我很害怕 有甚麼辦法可以令我見不到呢?很簡單 我要封你的眼睛很容易 但有些人,譬如拜我的師傅想學法,我想見鬼師傅 不是那麼容易 你要我令到你見到鬼,不是那麼容易 等於你有個電視,我要教高清台 要看你那部電視本身來說,有沒有這樣的功能才行 或者是能不能做到的效果 所以你要調節到很清,很難 是比較難一點,未必說不行,難一點 但你要說,我要弄到你甚麼都看不到,用甚麼 為甚麼?有甚麼? 其實你看不到你會做甚麼呢? 弄到你熟就可以了 弄到你熟就可以了 即是等於落人降頭容易,幫人解降就難了 是 落你降頭,我用毒混得亂了 正所謂有些人都不知道自己落了甚麼 對嗎? 對嗎? 是 等於和你解讀一樣 是否很難? 所以長大了就變軸了 就看不到 沒錯 沒有了一些感應 即是沒有了一種 你長大了,你經歷過教育 經歷過教育 經歷過有理智的人 有理智 不像你小時候想法 有些人有些特異功能高手 原來他的智商很低 有一些很成名的特異功能高手 原來智商很低,不過他又開名 正常他自己照顧不到自己 就想法很天真,很傻 為什麼他會開發到另一個功能呢? 原來他在鄉口很窮 沒有早餐吃的 旁邊的房子 每天都會有豆漿,有饅頭 他又很想吃 那他會怎樣想呢? 正常人就是走到旁邊去黑,拍門 偷都要爬進去 但他傻到怎樣呢? 他幻想自己的手穿過牆場去拿 因為他智商低 他這樣幻想,他循著味道 經常幻想那些食物在桌上 他就伸手去拿 日日如是 誰知道日日真的可以 這麼神奇 竟然真的可以 他練成隔空取物 漸漸開發了 原來後來問他 他就說 他是在腦裡傳上那件事物 例如你說一張紙,為何會令人著火 傳上那張紙在腦裡 然後在腦裡用火機去燒 這樣就著火 但不是一般人想的方法 所以才行 那這個是不是很天真? 其實好像我們上幾集說過的念力 你訓練那個念力就可以做到 但一個意志很堅定 很理智的人 是做不到的 你說服 即是你騙不到自己 是啊 自己也騙不到 你怎麼騙人 就是這個意思 但我認識一位親人 其實他從小到現在也是 但他就特定環境才能看到 有趣 他就是去醫院的某一些 某一些科目的診所 或者病房就會看到 所以他就很怕去 例如他在ICU走過 見到很多 他就很害怕 然後就不敢去 他就不是到處都見到 但就在某一些地區 或者某一些地點會見到 會的 所以就比較 那繼續說驅鬼 什麼個案 我們想見鬼 我們見鬼 我們不是用眼球去見 我們是用路去見 就是因為我們聽到鬼說話 我們是用腦裡聽的 他是用路練波來溝通 即是天生有這種能力 不用練的 天生是有一點 其後再練的時候 就更清晰一點 嗯 那是否要很專心 或者怎樣練法呢 其實我們的法 講來講去 我跟客人說 我不是神仙 我們就算學法的 我們也是做一刻的神仙 一刻 即是我們要施法的時候 或者寫符的時候 或者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顯神通的時候 精氣神合一 是那一瞬間 那一刻 你不能保持這個狀態太久 嗯 散了功之後 或者做完那件事 或者做完那堂齋 或者寫完那道符之後 你就會散功 精氣神分番 本身來講 做一個凡人 嗯 是嗎 二十四小時 你都是精氣神合一 你上了天堂 是嗎 是 沒有可能這樣 神仙做一刻 其實是神仙 嗯 所以我們也要吃飯 嗯 嗯 還有一件事 就是 有時候我們學到 也未必是 貪求神通而去學 嗯 只要看不到鬼 也沒有所謂 嗯 一樣可以這樣做 有些法科師 學了很多年 或者做很多年 都未必真的會見到 嗯 未必真的見到 但是有時候我們見到 我們見到 我們都會害怕 嗯 嗯 當然害怕 因為那些鬼會避來 其實 避不及你 最慘 嗯 被你撞到 突然間 你走過轉彎 你撞到他 或者是下樓梯 他會害怕 你也會害怕 你看到 我們都會 嗯 就是這麼多年都會 等於你哈佬衛去什麼公園 明明是假的 對 那你會不會怕 突然撲出來 嗯 不怕騙你 嗯 一定會 嗯 那有沒有一些驅鬼的個案 可以分享一下 是 會 當然有 有 曾經 嗯 剛剛我經過那裡 叫做 九龍殯儀館 是 那時候有個叫做 有個叫做麗橋 有個叫賓儀灣 那時候 就有一對情侶 騎電單車 是 後來就炒車 嗯 那個女生還沒落地的時候 腳就已經沒有了 因為她磨了石膊 哦 車還沒落地 就已經沒有了 是 當然死了 是 那個男的呢 就掉了下樓 是 是 死了的時候還拿著那堂台 可能是舊車 嗯 死了還拿著那堂台 死得很慘 嗯 那這件事之後 一年半載 有一個男生 他在大角咀那些舊樓 上次我們說風水 有時候你對著高速公路 未必有好事 因為本來沒有站 車都飛來飛去 嗯 他每天晚上 那時候 剛剛來說 還會考 嗯 就來會考 這樣就 放了 放了一架 是 放了一架 就回家讀過幾個月書 再考 那段時間 是 每天晚上在那裡刨書 因為每天晚上 就看到一個女生 就在橋上走來走去 嗯 看到橋上走去 那是男生 那一刻 那一刻 看到一個女生走來走去 就沒有回憶 每晚如是都是這樣 他讀書都是讀到 三點四點 嗯 他出現通常都在三點左右 人時出現 這樣就出現 很奇怪 有一次 那個女生就直接站在門口 不是站在窗口那裡 是 那個橋那裡 是 站在那裡不動 是 那他就說 看著 沒有表情 有眼有鼻 沒有表情 就是好像一個人 對 人 那男生是不知道他是鬼 不知道 嗯 但是 很害怕 他就跟他媽媽說 有個女生 經常在橋上出現 嗯 很久了 已經出現了 都已經一個月了 就是經常這樣 嗯 那他媽媽說 半夜三間怎麼會在橋上呢 什麼女生不要理人家 那他就說 喂不是媽媽 他昨天看著我 站在那裡看著我 很… 即是不太對勞 那便找一晚他媽媽陪他讀書 進去房間看著他 他媽媽都做事 很早做事 就是很夜睡 很夜放工 是 其實他睡覺是很需要的 那他媽媽都說 我陪你 看看是甚麼事 坐在那裡 看看是甚麼事 坐了一整晚 她媽媽說 沒有啊 哪裡有女生啊 唉 就走出去了 走出房間 接著那女生又出現了 嗯 又站在那裡 又看出去 真的很害怕 發覺都不是很對勞 嗯 後來那女生就報夢了 原來 那女鬼報夢 就說他不及了腳 他要找回 嗯 嗯 是 他最慘是在夢裡 他答應了幫他 是 是 答應了幫他 嗯 接著呢 一整天都在夢裡 就說 你又幫我找回一腳 嗯 你又賠回一腳給我 你又怎樣 很煩啊 很害怕 後來就找我 為什麼他找我呢 因為以前我住在大學聚 後來就搬去西貢 嗯 有些街坊 原來有些朋友 就說不如找師傅 那時候我又上電視 嗯 然後就找他 那就好 然後就找了我 就是這樣 那天我跟他聊天 我們就進去 在一個房間裡 我就拿了一碗米 嗯 然後他家裡有些摺椅子 然後就把那個摺椅子 就放進那碗米裡 斜的 嗯 插進椅子裡 插進那碗米裡 這樣摺椅子不會掉的 打斜的 我們這個叫做扶梯 嗯 那麼我們扶梯呢 很多法副都懂的 是 但是有什麼用呢 原來扶梯不是說表演給別人看 為什麼會這麼有趣 這個可能是歷學 有些說很簡單 什麼歷學 等等 其實我們這樣做是 要被鬼坐上來 就是引鬼來 聊天 就說原來那件事是這樣的 他在那裡死了 因為死了 他因為不傳屍 嗯 他不傳屍 他的男朋友 竟然就投了胎 嗯 他的男朋友投了胎 他就投不了胎 嗯 他又想找回腳 嗯 那麼我們很簡單 這個情況 我就說不要緊 我打糖齋給你 找回你的腳 其實我們打齋的意思 有時候有些人 死的時候 可能是交通意外或是跳樓 分屍未定 手腳不見未定 嗯 不傳屍 他不傳屍 他就投胎 他怕下輩沒有了一腳 嗯 那麼他就投胎 那麼我們呢 打齋幫他 就告訴他 現在就給你了 醫治他的魂 嗯 就是告訴他 是否有在那裡 他會看到是 腳在那裡 手在那裡 頭痴著 他就安心上路 嗯 為什麼有這麼有趣 他會超渡 又會 即是打了床 浪費之後 他會全屍回來 又會看到自己 我們打齋的意思 是醫治他的魂 認識他的怨念 嗯 有些人可能死了也不知道 是 有些人死了也不知道 是 或者他死了也不想走 是 那麼我們呢 經文裡面 我們會令到他 悉心 安心一點 還有來說 就會帶他上路 那樣的意思 嗯 他便知道 原來我要這樣 要走 原來我手手腳腳 身體好了 下世投胎 又怎樣好運 他便相信 嗯 就是安撫他 安撫他 嗯 但是有些人死得很冤枉 或者有一些冤情 即是謀殺那些 兇手還未捉到 那些人真的不肯走 真的不肯走 即是那些人安撫不了 沒錯 那些人安撫不了 所以有些突大的意外 譬如說 以前尼頓道有棟大廈 燒死很多人 現在可能已經轉了 轉了另一個大廈 雙上空出現 可能那些人還未走 嗯 某些情況 可能你 打了很多辭齋 或者是不同的宗教團體 進去做過很多事情 都仍然是在罵鬼 嗯 即是說還未完全走 只不過他的鬼力降低了 嗯 是這樣的意思 嗯 還未完全識心 嗯 那有沒有遇到D案例 找你幫忙 但真的很難處理 對 不像這個那麼容易 難處理也有的 嗯 長洲 長洲其實很猛 對 現在沒有那麼厲害 應該 很多 好一點 少了新聞出現 以前很厲害 其中有一個業主 是 就找我過去 是 因為那裡幾個都在那裡燒 是 幾個都在那裡燒 嗯 但是呢 他看到那裡很可憐 嗯 有時候經過 站在露台也有 嗯 看著也有 有時候說 交一條事給他 蛤? 沒有一口疼 有聲沒有人 有聲沒有人 交一條事給你 不好意思 不沉沉的 冤著你 他真的害怕 找我去超渡他們 是 即是叫捉鬼 是 是 是 有時候我們 話就說 捉鬼 其實 人鬼神各有空間 嗯 有時候我們 即是叫做 左隔了他 送去千里以外 嗯 去了另一個區域 去了另一個範疇 嗯 這樣而已 未必一定要令他 呼飛煙滅 或者收了他 不是的 有時候趕走他 嗯 有時候很多人 鬼上身 是 我們很容易處理 就是我們 令到鬼 那個鬼的能量 離開這個人的身體 嗯 有時候他都會再進去 嗯 有時候有個 譬如說 有個案子 有個女人 他鬼上身 嗯 原來是 兩隻男鬼 嗯 都是為了感情 先後死了兩個男生 那女生可能是很漂亮 有兩個男生 為他自殺 哇 哇 有個男生為他自殺 那這個女生本身有個老公 哇 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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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晚上三點鐘就來了 是 又是人時來了 那些東西三點來了 嗯 上身 又是說 自言自語 又有男聲 原來兩把男聲 嗯 兩把男聲 就說 又說跟著我 又說跟著他 又這樣又這樣說很多話 嗯 那老公也原諒他 在他身邊 那麼 最終呢 就 五個男人禁不到 嗯 五個大男人禁不到 那女生來說 只有五尺 四五左右 受弱 嗯 但是一鬼上身的時候 那段時間力大無窮 五個男人禁不到 嗯 那我去跟著他捉鬼 嗯 跟著他捉鬼 那我進去跟著他捉鬼 那我就說 現在鬼上身 嚴重 一看就知道他真 嗯 怎樣看得出呢 首先我們也是 請鬼上來 聊天 我們不需要用紅筷子夾 手指不用 我們呢 一寫花字 一封 一封印 他就停留在這裡 怎樣寫花字 花字意思是一些符的圖形 符的圖案 我們為之花字 是 其實有些所謂四直五環 嗯 那些花字 是 或者是 火斗 那些字形 會這樣 學法就知道 是 那一封 封住了他 他就不動 是 就會跟你聊天 是 那我們就知道 他是不是怎樣 還有呢 那些鬼呢 神有神通鬼有鬼通 嗯 他知道我的東西 嗯 我那一陣子有些什麼 原來呢 其中 嗯 其中有一隻東西呢 他呢 他呢 既然知道我這陣子發生什麼事 就說 你這陣子也很黑啊 如果你弄我 就弄你家人 就是這樣 嗯 他說了一些東西出來 我不認識他的嘛 嗯 嗯 那你有沒有都被他拋擠了 真的拋擠了 確實是真的 就是有時候電影《驅魔人》 是 有些橋段呢 確實都是真人真事 都會拿出來 是 那些鬼呢 他是潛意識在你腦裡的嘛 那他也可以進去你驅魔人的腦裡的嘛 是 知道你最害怕的是什麼 是 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是 這陣子有些什麼憂心的事情 是 而上你身呢 你是事主 他就知道你最害怕的是什麼 是 你怕自己有癌症 他就說你有癌症 不停說你有癌症 是 你怕你老公外面有女人 他就經常說你老公外面有女人 是 是 你想死啊 還好 拿一條繩給你 是 經常勸你跳樓 是 是 很有趣就是這樣 嗯 那他確實是真的有 那我就說 那我稍後會用法 用五雷掌 或者用五雷咒 就趕他離開 那你要預備定 一個 那個 那時候我們 一個叫大的盤 紅衣盤 嗯 還有你講 就是大量清水 給他喝的 嗯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趕他離開的時候 一趕他那個魂一離開 那些鬼魂一離開 他會醒一醒 嗯 然後就作嘔 嘔很多東西 嘔完 就要喝清水 就是 是不是好像驅魔人 他吐的 很髒 那些 會啊 又黑又綠 嘔完 這樣 聊完了 冷靜完了 喝完了 然後又上身 然後我們又要趕 趕他又離開 如是者 走他又吐 你明白嗎 樂樂會會 一晚有機會是二十幾三十次 嘩 是啊 看看他中的鬼魂 強不強 嗯 當事人真的二十幾三十次 一盤也是 嗯 不停喝水 都不知道為什麼身體會有這麼多這些東西 嗯 積聚了在這裡 嗯 最後來說 那兩隻東西走了 我亦幫他用符 封身吃了一些符 是 那兩隻東西 就沒有再回來 嗯 那你會說 咦 這樣他為什麼會 不想呢 因為原來是這樣的 他的能量進去 鬼的能量進去身體 嗯 每一次你趕走他 他的能量就減低了 嗯 就是他自己都 就像你買股票一樣 一離場 你也要收好手續費 是 是 是 就是這個意思 嗯 你再入 我再趕 你又是能量又降低 嗯 整一整一整一 那些鬼已經不承認 嗯 嗯 已經不承認 因為他已經傷了 已經傷了 但是他也不會說 在這個宇宙消失 哦 未必在這個宇宙消失 但是他會不會 長時間之後 他又增強回來 又來找回 下一輩子不定 哦 是因果 人家為什麼會為你自殺呢 那他永遠都不會走 那未必 要看一個祭遇 可能有一天 有一天 又或者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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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一些法師 可能 可能有機會去一些廟宇聽經 嗯 有機會的 可能在雲遊的時候 飄蕩的時候 經過一些宗教團體 他可能直伏在這裡 聽經 聽得多了 有連穴了 然後他就認識了 那種怨念 不投胎了 那魂就輕了 嗯 那魂一輕就投胎了 但是剛才那個案子 為什麼那個鬼 會去找那個女生 其實他是想怎樣呢 想帶他走 嗯 為情自殺的嘛 兩個男生 嗯 但是兩個一起爭一個 那個女生走了 也是分了 那也要害死他 你不害死他 他不可以跟他在一起 是 他覺得害死他 他就可以大家做鬼夫妻 哦 那些鬼是這樣想的 是 那你拘捕的時候 那鬼有沒有跟你溝通 是 破口大罵 什麼都有 嗯 都挺恐怖 就是要不要跟他講數 有這樣的情況 是 有這樣的情況 只是講數而已 是 他拋你又拋他 是 但是你有法的 他自己也知道的嘛 底派在哪裏 能有強不強 是 你不怕他 你知道怎樣處理 你後面還有大把板斧 他也知道 嗯 如果你手能腳振 他也知道的嘛 或者你身 你學到的年之身 你沒有經驗 他也知道 嗯 信念強大 那你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 他是完成了 就是他走了 不會再回不來 這樣呢 我們感覺到的 哦 他再上身的時候 他的時間又很短了 嗯 越來越短了 嗯 好像陣痛一樣 是啊 這個就是真的現實了 現實情況 是 鬼上身是這樣 是 哦 可能鬼上身呢 譬如說 當然那個事主我也試過了 是 他一個人 交叉手 即是他交叉手 按下他 按下他 其實是無法發力的 腰二下按下了 但是他可以這樣直 嗯 掙扎到 嗯 一樣掙扎到 而且他變聲之外 他的眼神 嗯 他的眼神 真的有人影 那隻東西在眼神裡面 這麼害怕 哇 有些恐怖的 扭曲 扭曲 不但他會有血脈在臉上走動 嗯 即是有些動物在血脈在臉上走動 是 也挺恐怖的 嗯 有些恐怖 那些就上身上得很深 嗯 或者鬼很猛 嗯 那Sumi是否想問一下一些 鷹靈的問題 鷹靈的問題 是因為最近 即是 看了一些資料 講關於一些小朋友的 嗯 即是那些 例如可能是 一些年輕人 或者一些年輕女 做錯事 明白 其實呢 留下來不肯走 其實呢 鷹靈呢 我們 道教立場 是要超度的 嗯 因為人是三雲七拍的 鬼是一雲半拍 而鷹靈呢 因為他是 侮辱身之下 他還沒吸過勾氣 等於是一種枉死的 是 他就連那半拍都沒有 只有一樓孤魂 沒有那半拍就投不到胎 嗯 所以有很多枉死的鬼 就叫穩替身 嗯 穩替身呢 是趁被穩替身的死者 一死那一刻 三雲七拍會散的 他就奪了那半拍 嗯 所謂的奪拍 嗯 就拿了那半拍就是投胎 嗯 穩替身 但是原來是這樣的 也是 天理超超 如果你是月人拍而投胎 你下一生呢 你也是要往死 嗯 都是以外死 會這樣 哦 所以鷹靈呢 他根本受不了香火 哦 受不了香火的 嗯 他一定會是跟著母體 或者是跟著父體 但多數是跟母體 嗯 因為你跟著母體 是血肉出來的嘛 他因為受不了香火 他整天 就是等於餓鬼來的 嗯 飢寒膠迫 下雨的時候 就等於萬箭穿心 嗯 有些雨水打下去 寒風刮呢 就等於被刀刮 嗯 永世都是肚餓的 嗯 所以他唯有是跟著母體 吸他的人氣 嗯 他才會有溫飽 嗯 所以他的怨氣越 即是越深 嗯 做鬼做得很久 是沒有親鬼的 嗯 就算有個親人死了 他不肯走 他跟著你 你也差 嗯 他跟你在生的時候有情 但是做鬼做得很久 鬼性很重 嗯 鬼性是什麼呢 所有人 最壞的個性 最壞的性格 鬼都有的 嗯 嗯 妒忌啊 貪婪啊 嗯 小器啊 是 心理變態啊 空殘啊 嗯 鬼就是這些性格 嗯 嗯 沒有善良的 嗯 剛剛做鬼 可能還有些人性 嗯 做鬼了一久就沒有 嗯 所以英靈一樣 有些英靈 十幾年 嗯 可能你會覺得 咦沒有事啊 落兒子十年都沒有什麼 他搞你 你不知道而已 嗯 那些運氣越來越差 身體越來越多病痛 人際關係越來越差 嗯 夫妻啊 或者在生子女都不好 嗯 嗯 還有啊 有些英靈呢 譬如說有些人 真的下了很多次 嗯 下了十次八次 可能是一隻惡鬼 十次八次投你胎 都被你搞低 嗯 嗯 有機會是這樣的 但是為什麼那些惡鬼會這樣呢 最近有一個個案是這樣的 其實有兩個個案 同一樣這樣的情況 有個女生 肚子 整天好像有個腫瘤腫快 但是朝來朝去什麼都沒有 他覺得他整天都會脹 有時睡覺的時候 他就好像會脹 他有了小孩 嗯 痛到喊救命想死 但是看什麼醫生都沒有用 那麼他後來就找了我 嗯 我就說是這些英靈 嗯 他原來下了六次 哇 下了六次 那麼我們問祖師爺 我們問壇 問祖師爺 其中原來就是惡鬼 嗯 三次都投你門 哦 嗯 但是也死了 嗯 但是也死了 嗯 原來呢 這些惡鬼之前都是頭很多次都死的 在其他那裡不是他 嗯 嗯 因為惡鬼之前殺葉 哦 殺人犯 有殺葉 嗯 所以整定少年腰 嗯 少年腰 那麼 第一次好像是出生母一手 那麼就被他父母遺棄 丟下河 丟下河 然後浸死 第二次呢 小看家庭 但是呢 歲年兩歲呢 就浴缸玩水浸死 嗯 那麼第三次呢 又投胎去那裡 嗯 又是不停下 那就是惡鬼就纏住 嗯 啊 谷鬼氣就纏住 反正我投胎 嗯 都會影響他 英靈也有強弱的 是 要看他前世是甚麼鬼 嗯 是甚麼人 我明白 好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是啊 好精彩 非常精彩 多謝師傅 多謝師傅 有機會再談 好啊 拜拜 那下河 千萬了 多謝師傅 呃 呃 呃